接着要带您看见台湾纺织产业的优势 台湾的纺织业是持续地提升国际的能见度 而年轻人投入纺织业的意愿也提高了 加上业界的需求 让美商银行和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再度攜手 来推动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跨三年的计划共7个专班 有20家台湾纺织指标大厂来加入煤盒 斑斑爆满 而学员当中以年轻人占多数 厂商普遍认为这已经有效地帮助企业找到人才 世足赛各国拿出本领 台湾靠着纺织跟球员一起踢世界杯 根据环保署统计 今年世足赛共32个国家参与 其中16个国家队球衣 使用台湾回收宝特瓶制成的环保砂 也叫上界多了6对 穿台湾做的环保砂线 环保的排汗扇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骄傲 就像台湾来讲是非常竞争的行业 像这次俄罗斯足球 其实非常多队伍就是用台湾的布料 所以我就是 就我来讲我是非常看好这一块 台湾纺织业产值近4000亿元 以上中油为主力 下游需充裕劳动力多散步海外 随着在国际能见度提升 增加年轻人投入意愿 根据纺织所专班计划资料 2017年招收150位年轻人 总计4个专班 协讯率高达9成 就业率达7成 共27家厂商加入 显示纺织产业在年轻族群已逐渐发酵 如果你喜欢美的东西 那你喜欢具有变化或是具有成就感的话 我觉得纺织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它是一个 我觉得纺织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我们去年其实有录取了两位 其实对公司对企业来讲的话 这个专班其实就像是一个桥梁一样 纺织所这些师资又那么优秀 可以创造台湾很多的优秀人才 因为去年参加专班计划的学员 划领域来到纺织业 更因此增加出国机会 另一方面 响应业界需求 美商银行与纺织所 再度攜手推动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将计划储备干部专班三班 实习生专班四班 目前已有巨洋 南尾 智维制造 国坊 棉村纤维等20家厂商 加入梅盒 其实这边是真的是很创新 就是它的思想是一直在跟进的 不是像我们可能一般传统的刻板印象 是就是死板的那种 加拿大制造 中国大陆制造 欧洲制造 我们现在也在讲台湾制造 所以因应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跟我们高分附加价值产品的开发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学校的相关的科系的学生 能够及早进入职场 纺织快速就业列车也特别开设 种子师资班 藉由种子师资来带动学生进入纺织产业 纺织产业工作内容多元 让毕业于国外科大高翻所和公社研所的兄弟党 先后报名专班培训 步入纺织产业 产业来讲对于我们公司来讲会觉得说 乡下扎根 然后会有新的想法带进公司 其实这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 有我们第一期的经验 我们第二期开始其实是有一些扩大了 那在摩根的支持之下 我们应该是两年的计划跨三年 延续去年成功经验 纺织所今年度已执行纺织专班一班 实习生一班 继续为台湾纺织业孕育人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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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